瑞雪现在被龙哥关进这个蚂蚱笼子里了 然后蚂蚱在那边 蚂蚱现在还不习惯 瑞雪把它就是狗帅给抢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羊仔 咱们现在有的粉丝就是想看这个小黄跟那个画画 然后咱们等一下就是看看龙哥就是照顾的这位小狗怎么样 应该就是照顾的差不多 因为我看龙哥每天就是在营养餐供上 就是什么好的就是都供上 这家天天吃的比自己都好 这小狗我觉得就是挺不赖啊 能长这么大就是全靠龙哥进行照顾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狗怎么样 应该这个点再睡觉吧 今天是龙哥把这个瑞雪就是关在蚂蚱那狗舍了 因为现在蚂蚱在那个别的狗舍 蚂蚱这家光活蹦乱跳 为什么因为蚂蚱这家不习惯 别人把他在狗舍给抢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看看小狗怎么样吧 好家伙 这还又一个开门的了 哎呀 都醒了 过来 这家就是比前两年大多了啊 比前两年大多了 看这小黄 小黄应该就是刚睡醒 你看呗这个脸上还没有精神了 来小花 小花 哎呀 这么大 这龙哥天天喂啥也都 才两三天啊 两三天没有看小狗了都长这么大了 啊 看了小花这个爪子 还会咬人呢 过来小黄 来来来 你看看小黄 每次就是找大时候都在睡觉 这小伙这个肚子也不小啊 来小黄 咱家粉丝都想这个小黄了 小黄这家还没精神了 刚睡醒 天天睡懒觉 他最喜欢的 好好 好家伙 你还咬我了 这 这是喂的什么呀 这小狗 小家伙都开始咬我了 大狗欺负我 小狗也欺负我 这个小花也欺负我 是不是 啊 是不是来窝个手 从小狗一点点 没有睁眼的时候 像那个小娃娃一样 然后到现在就是活蹦乱跳的 都离不开那个龙哥的极星照顾啊 这家龙哥每天早上 早上过来看看 然后中午看看 下午看看 晚上就是10点11点过来看看 龙哥自从有了这位小狗都是 基本上没咋睡过好觉 因为就是怕这个小狗 在万一就是出点什么问题 这俩小狗 不动啊 看没就这四个 撵着我跑 怎么把这个小黄 跟这个小花 单独拿出来 看看这个小黄 可以看到出来啊 这个肚子特别大 跟小猪一样 然后这个 这个脸蛋 多好看 是不是 小小家伙还是直冒糊了 小黄刚睡醒 可以看一下他牙齿啊 小嫩眼 说实话这位小狗就是这个毛发就特别就是滑了 来小花 然后这一小队 小狗在这就是他们干啥了 他们干啥了 那小花 小花这家胆子特别大啊 小狗都敢咬我 你看没 光舔我 好家伙 小花以后绝对就是 随大爹 那个性格 觉得特别狠 这小黄出来咋回事 还趴这儿了 自从就是 知道小花以后 小花没有睡醒过 每天都是 不是睡觉 就是打瞌睡 你看人家小花 走哪换哪 走哪换哪 还吃草了 他不是饿啊 咱们就是前几个小时刚喂完他 又过来有那个一两个小时吧 刚喂完他 他只是那个没出来过 没看过外面的世界 然后他妈就在这盯着 我看你想把我儿子怎么样 没事 我不想把你儿子怎么样 就是给咱家粉丝们看看 看来小花又打瞌睡 小花 小花 为什么这么欢啊 小花是我就是抱过来的啊 我抱这个小花的时候 小花那个缩 我手都缩了一路 小花那时候那个 嫩 嫩 缩着老得劲了 现在不敢让他缩了 因为他那个牙齿 现在特别尖 因为你看呗 他现在开始磨牙了 他走哪 就是磨到哪 专门咬东西 这要 这牙齿爬出来啊 咱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小黑狗啊 基本上没有打 关注过 其实这些小黑狗就是 跟上一窝也特别一样 那性格 反正都是 一个爹 生 就是一个爹生出来的 小家伙 这蹄子也大 其实我感觉这一窝小狗 还挺有性格的啊 然后蚂蚱在那边惨叫了 蚂蚱为什么要惨叫 因为瑞雪 把他那个笼子给占了 蚂蚱这家不习惯 我感觉这一窝就是特别有性格 尤其是这个小花 这家出来就是光要东西 光要东西 而且还不出场 还那么欢快 小花以后肯定是一条特别猛的狗 就是这个小黄 光打瞌睡 然后这个家伙老喜欢我了啊 每次我进这个笼子的时候 然后都是他陪着我 陪着我玩 陪着我闹 小花 自己喝水的 不愧是咱们狗场的 咱们小狗的就是 大哥大啊 这家 这个牙必须打好了 咱们离远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花有多壮实 这是咱们狗场老二 你又打瞌睡又打瞌睡 你是不是困了 小花又要出来了 小花 咱们让他睡觉吧 不打扰他们了 我怕瑞雪一会儿攻击我了 出笼 把笼子装坏攻击我 行了你们回去睡觉吧 别看我了 我感觉就是 现在他们看着我 就是我跟明星一样啊 然后非得就是找我看看我 然后又跟我握个手什么的 又要签名 这家都看我 你又打瞌睡 你打了之后他打 你们都睡觉去吧 是不是想要我签名的 行了行了 睡觉吧 刚刚咱们看了一碗 那个小狗啊 具体来说就是特别棒 因为两三天没有见他们了 那个头板又变大了 那个身子骨就是特别大 绝对离不开龙哥的照顾 每天龙哥都是 特别精心的照顾他们 每天晚上早晚都是 不在就是办公室 就在就是配着这个小狗 然后龙哥给他们就是调食物 然后喂那个营养餐 龙哥就他们就怕他们出点问题 然后晚上就是龙哥也睡不好 就怕就是小狗 再出点什么差错就完了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